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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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小斌 我们跟大伙介绍一下 他叫正小斌 今年才18岁 他最擅长的是摇骰子 跟我们来演绎一下 这个摇骰子 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好啊 首先呢 给大家展示一个 就是大家经常在 电影赌神中看到的一个画面 就是把这个摇骰子 摇骰子 六个面全都一样的 它的难度在这个地方 就是它的六面都得一样 如果它控制不住 它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吧 它现在是六个面完全是一样 还有吗 咱们赶紧换个高度了 用这个强的骰子 给大家来一个挑战一下 20颗骰子 把20颗骰子腰乘一注 5颗 10颗 15 20 把它腰乘一注 据说它们是靠听力来判断 掌声激烈 它就起来了 实际呢 它不是难度最高的 我今天来到咱们向幸福出发的这个栏目呢 我要挑战一下自我 这是个什么道具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木条上面 上面六颗钉子 你不会把骰子最后落在钉子上吧 没错 大家刚才看到这个骰子都是在桌面上摇起来的 现在我所掌握的就是一项空摇 把骰子摇成了之后 然后再立到钉子上 它这个面积非常小的 而且呢 我要挑战一下在三十秒 将二十四颗骰子 分别立在六颗钉子上 这样吧 我感觉如果我光说 我立在钉子上 大家感觉很简单 来让主任先试一下好不好 来这样 我现在帮你把骰子摇成 摇成了之后呢 你拿起来之后 然后 立到钉子上 就这样 你可以示范一下它的难度 好不好 那就不可能嘛 你别让我自取其辱了 你先给我摇到一注 那好 女孩子都需要身边 有位绅士帮忙 你把它晃倒了 我不晃 我起不来 对啊 所以它的难度就在这里 你来 那我就直接挑战吧 好不好 我把骰子摆好 而且它还增加了 难度要在三十秒之内完成 好 你可以了吗 你说开始 我们其实开始 我们听你的口令 懂了 给点掌声 来 第十 开始 开始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 跟你没关系 最后那几秒 咚咚咚咚 我听得都慌 你知道吗 这不行 咱不得再来一次好不好 这最后那几秒 可以不发声音吗 给人家点空间 这太紧张了 让人觉得 对我听这声音碰的 咱可以咱服用声音了 直接让秒子走 我听我心里 碰碰的响 身边有美女 是不是比较紧张 也许吧 你还怪我了 我刚才为你找理由了 你还把孙子推我身上了 这人真是 来鼓励一下 第十 开始 现在算成功 这个算成功 刚才我坐了一下脚 我帮你理由找 这个舞台 大概是这个效果 这个舞台呢 又非常的稳 才可以的 都怪你呼吸声音太重 我跟你说 我怎么清早破坏啊 我们跟大伙介绍一下 别看看年纪小 他是一个繁独导师 他帮助过上百个家庭 戒掉过独影了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接触的家庭当中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 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 叫小陈 他和他媳妇 都是非常喜欢赌博 就是有一天 他邻居给他打电话 叫他去赌博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趁 四个月大的孩子 睡熟之后 放在吊栏里 然后就去了 就一去的时候 就开始输钱 结果呢 他们就急着往回捞 捞来捞去呢 就把时间给忘了 就当他再次想起来的时候 就急着往家里赶 一开门的那一瞬间呢 可以说是 那个场面 是惨目人赌吧 因为家里养了一条大狼狗 好几天没有喂食 结果把孩子给活吃了 我的妈呀 也就是他一进门 那一瞬间呢 就是看这个场面 这个小陈呢 就活活把狗给打死了 最不幸的就是 他的媳妇 人受不了这种痛苦 压力 还有村民的一些指责 和农药自杀了 这就是一个家庭 因为赌婆 因为赌婆 白白大胜两条人命 那你的这些手艺啊 这些本事 你都是在哪儿学的呢 对啊 你才18岁 你是在哪个学校学的 说实话 其实我有一个 非常厉害的师傅 就是刚才我表演的这些 在我师傅面前 可以说是 雕虫小技吧 所以接下来 他的表演 会让我们大开眼界吗 我们掌声 有请今天的接收人 师傅很年轻啊 看着我长得很像吧 发型也一样 其实 你是他的爸爸 对 我是他父母 这样吧 我们聊天之前 您先跟我们来几招 好不好 好啊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用铺盒牌 展示一下 用一副没有开封的新牌 好 大家看一下牌 然后呢 给大家玩个洗牌 刚才大家看到了牌呢 洗得非常乱了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切一下牌 再把牌打开 让大家看一下 老千呢 利用他的手法呢 可以做到 一张牌都不乱 好 大家请看 牌呢 还是按顺序排列 一副完整的新牌 从S到老菜 黑红煤方 对 别人看见我再洗 其实呢 我就利用洗牌的方法 做到一张牌都不乱 好 下面呢 演示一下 发牌的手法 假如说咱四个人 一边玩什么呢 玩这个 比大小点 对时里面是最大的 好 牌洗过之后呢 就请 王老师 切下牌 切牌 对 切下牌 对 直接就开打了 现在我就开始发牌 一加 两加 三加 四加 一加 两加 三加 四加 别人感觉 这样也是很公平的 我洗过之后 主持人呢 又搬了一下牌 这样呢 老千照样利用他的手法 控制着一个大牌 到自己手里来 好 下面呢 这个包牌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把 我们把自己的牌拿起来 对对对 王国你先 两点 两点 我的是九点 他这是九点 这是零点牌 这个牌呢 最大的就是九点 但是说呢 我是什么牌呢 大家看一下 好 一二三 打开 我说这是最大的牌 一对十 关键你厉害厉害 在我们三个人 你儿子那个牌最大 下面呢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了发牌 洗牌 然后呢 给大家表演一个什么呢 瞬间变牌的技巧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红星期 对不对 像这个牌 我如果不想要的话 打开红星期就没了 哪里去了呢 我告诉大家 这个牌呢 瞬间就打到我的舅子里面去了 如果说这个牌 再不想要的话呢 就没了 非常非常快 你说 我 大家看的这种技巧 你还敢玩吗 对不对 那对书啊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再展示一下什么呢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骰子吧 一副普通的骰子 在老千手里 最神奇的就是 想要几点 它就能来几点 观众朋友们 随便说 想要几点 我就能打出几点来 好 五点 我拿到手上 打出去 五 它就是五 好 我想要两个一 我从这里打上 两个一 它就是两个一 因为这些东西呢 就是靠手感和力度 做到的 刚才给大家展示了骰子 然后呢 再给大家玩一下这个 麻将 请主持人一包牌洗好 我呢 也不看牌 你看看我能不能拿到一家 就是大牌 通杀另外三家 就是里面谁摆牌最大呢 就是一对白板 然后对酒饼 然后再往下拍 对八饼这样 来 请主持人一包牌洗一下 来 我怎么觉得你偷偷摸摸的 王冠 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老千嘛 很熟练的 很熟练的说法 洗好了 又让大家了解了我一个兴趣爱好 对 你洗过牌之后我倒下牌 把牌开出去 现在呢我拿起骰子来 假如说呢 我想打点 两个一 两个一呢 就发到这里 是吧 六过一 这个过一嘛 就是先发这个出门 我这个牌 这是我的 你再把牌打开 这是个八点牌 这个不行 这个也是八点牌 爱玩的过程中 八点牌呢 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三家都是八点牌 其实我是什么牌呢 现在我把牌打开 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个牌是什么牌 就是一对白板 通杀三家 刚才呢 我给大家演示的这些呢 就是说经常一些 在一些玩牌的过程中 赌局上经常用的 我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些 目的呢 就是让大家 能够彻底明白 十赌九诈 师父 有请二位 有请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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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来往上 还没跟大伙介绍呢 委托人就是爸爸啊 叫郑斌 儿子叫郑小斌 你这起名起得 也太轻松了吧 那这个儿子叫 凡赌导师 那父亲不得 凡赌导爷吗 我呢就是 做一个凡赌俱乐部 然后呢 现在又开了一家 这个山东工艺 介组协会 就是专门帮了一些赌徒的 所以是孩子受您的影响 那您又是什么原因 开始这样的一个生活呢 我以前呢就是一个 专门从事赌博的 一个职业老千 您原来是职业老千 对 就是我从13岁 就开始做这方面 就开始赌吗 对 你怎么会呢 应该是在上学的阶段 因为在我11岁的时候呢 父母呢就离异了 然后呢 双方父母都不要我 我呢就开始在那漂泊流浪吧 就是说在我流浪的过程中 认识一个就是江湖人士 被带坏了就是 出老千是很危险的 您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都一年冬天吧 也是一个朋友 传了一个局 就说约我去出老千 结果呢赢了十几万块钱 输钱的一方呢是一个社会人 我出千的时候他没有发现 但是后来呢 他仔细一琢磨 就感觉这个钱输得有点蹊跷 也不动声色 后期呢就又约我去打牌 这一次呢 他们就把我骗到一个大酒店 我当我一进门呢 里面就出来几个撞小伙 他们就问我 怎么回事 干我这行呢 我是绝对不可能去 就是说打死也不能承认啊 他们就急眼了 就连扎了我五刀 没扎什么要害 就是胳膊上 腿上 腰上这个地方 一共扎了我五刀 因为当时这五个刀口啊 都不穷的冒着血 抱着这个宾馆的 这个被子 被住全都染红了 他们要求一点 就是说只要你抱钱退了 我们就送你去医院治疗 否则的话 就让你血流干 在凑钱的过程中 他们就给我拖到这个洗手间 我在洗手间里呢 就用这个水啊 刺着这五个 不停留着血的刀口 冲着冲着 我就晕过去了 这就是说 我从事老千这么多年 一直担惊受怕的一些生活 所以其实也可能 因为那个经历 让你洗心革面 要筋盆洗手 我是就是说 从最后一次 因为炸赌啊 就是进了监狱了 我在里面呢 反思了我这二十多年的 这个老千生活吧 一闭上眼的 就想起这么多 就是以前的一些赌徒 因为赌博那时候的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我呢就感觉呢 我才是那个 把他们推向万丈深渊的推手 现在你们两个人 一起成立的这个 反赌协会 能跟我们说说 具体它有哪一些 实际上的帮助吗 一般都是 他们就是找到我们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接待到 我们就是 借赌协会 这段期间 我们会给它提供免费的食宿 你们有热线电话吗 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 公布一下吗 就是我们的反赌就是借赌热线是13176270999 就说你们还有反赌的主题歌是吗 是自己创作的吗 我虽然不懂音乐呢 我就是想说这些年的一些经历啊 就说写出来 唱的不好呢 大家也不要见笑 同时呢 也奉劝天下所有好赌的朋友 走出赌博泥潭 向幸福出发 赌博赌博 他还忍不浅 哥们千万可别真 遇上那高手 他出老前 你家有百万也得书干 赌博赌博 是无敌深远 哥们千万可别真 等到你输的 倾家荡产 吉利子三 留遗憾 留遗憾 朋友千万听我劝 输钱容易 赢钱难 幸福的家庭都未拆散 没人待见你后悔晚 朋友听我良言劝 外恶之中赌危险 十赌酒诈不能贪 远离赌博 回头干 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都是血的教训 所以才会有张 很实在的歌 总结的一些东西 希望你们的反赌协会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可以拯救更多的家庭 再次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今天也特别请来了 著名歌手汪郑郑 要给两位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送上歌曲 三十四十 总结了自己 让时光回到过去 三十年的风雨 几次的善事而离 失败的经历 多少次准备放弃 心中不变的事 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男人三十四十岁 该有些作为 而梦是每天褪背 声音喝醉 男人四十四十岁 不知苦和泪 可谈青春似潮水 一曲不再回 畢洪水 水上的呼吸 也不许 难道的四十盆景 如今该做的事 成绩夹的一片天地 是一个功力 要有个好的身体 时光匆匆而过 留下了太多的回忆 男人三十岁 该有谁作为 而无时悲恋成为 成为何罪 男人四十岁 无时苦恨 可谈青春与沼岁 一去不再会 可谈青春与沼岁 一去不再会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有请委托人沐俊霞 要给我们带来一段 精彩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一起去不吝点赞 继续来 原來娘是娘 麻油膽啊 吱吱的香 點的還是 那麼點點兒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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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那里巴牆 樣子那麼長 還有那里巴牆 樣子那麼長 還有那 看腳的狗 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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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的 大兄 這麼快 這麼快 你好 家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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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我头一回再拥抱就拥抱 把我抱起来干嘛 因为我在下边看的时候 太喜欢你了 你怕抱嘉明不能抱 也抱不动 你真是打扮 您的本职工作是 你猜干啥的 是厨子 我觉得是不是是那个超市里面 富士店的那个营业员 那也不是 我告诉你吧 因为我是个女屠夫 用中文说就是杀猪的 您是杀猪的 对 你不像啊 我概念当时杀猪怎么快 也得比猪稍微 说心里话啊 我不单是个杀猪的 而且我是个特别成功的女屠夫 成功点在哪里 我就是杀猪杀了二十年 二十年如一日 我没有换过工作 您能告诉我这二十多年来 您杀了多少头猪 我估计这大约子 怎么也得一万头 最近这二年吧 就是因为那个统一的屠宰嘛 现在就是把这个猪啊 拉到这个屠宰场 杀完了以后 再拉着上市场上去卖 那你卖的时候吆喝吗 平常啊 现实生活中啊 不吆喝 但是今天因为有你两个在这里嘛 我还这个兴趣还就来了 还真想吆喝两句 好好好 我介绍卖头猪 兴趣来了就得吆喝两句 我可告诉你家宁啊 咱现在这是现场发挥 好好好 咱们就要现场了 我家的猪肉 我家的猪肉 鲜有香啊 欢迎大家来品尝 你买猪肉 你买猪肉 我刚想爱 长寿山歌给你一天 算了 买猪肉还能听山歌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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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猪肉 我家的猪肉 十八万 最终还有腰身 十八万 不是 我就是下 真棒啊 那你是卖猪 肯定生意特别好吧 因为您还带唱的 对 你像我这个人吧 本身就是那种 缺一眼的人 老头老太太 刚才去的 我就说 大叔我给你叉叉院 他们你还不埋 才得埋 怎么了 那有没有人给你点歌啊 像我如果来买猪肉的话 我肯定点个流行歌 哲里的猪肉 流行歌也会唱 就是这高亢的歌曲 就是也会唱 在这里呢 你看咱这么 观众这么多 让他们和我一块玩怎么样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咱唱一个就是 阿宝的歌曲 你看阿宝唱的那歌曲 在我这里吧 一般的就是不高 这还不叫高啊 你看他唱的那个 沙南南开花红艳艳 上去以后 不给我这个上去 唰下来上去了 他买了几个弯才上去是吧 对对对 唱一个沙南南开花红艳艳 咱唱几句 让大家高兴高兴 好 这个现场观众听完以后 今儿得每人买两斤猪肉走啊 满雪的舞月 哎哎哎哎哟 风吹散 哎哎哎哟 猫戏来聊情聊天 请呀妈请聊天 猫戏来聊情聊天 请呀妈请聊天 我说 我说 高度鞋 两道散 大脚上 好 你在哪个菜市场工作 我下次要来听你唱歌 大家想一想 这一大早听到这样的歌声 那一天心情都特别好 对不对 真棒 流行的 流行的 赶紧来一个 死了都要爱吧 你这不会拿着猪肉 死了都要卖吧 差一句 死了都要爱你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死了都要爱 我连也坚持不同胚 死了都要爱 这绝对在爱情音缘死了都不放手 这爱都轰轰烈烈了 我突然发现你 你起来 你起来 你把这围裙摘了 你今天这身衣服特别摇滚 你外露的时刻吧 就是把这个围裙脱了 也不太难看 其实比你也不难看 来一个摇滚的 咱来点衣服 呼 小山哥 路面朝来 那边走 那边走 山沪都比春角水 不怕想参 山沪都比春角水 山沪都比春角水 这个突然变成了你的贺人演唱会了 请坐 请坐 说实话 您说您是一个女徒夫是吧 您为什么没走歌唱这道路 怎么去杀猪了呢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吧 不是杀猪的 因为呢 我嫁了个老公 就是个杀猪的 一开始说的时候吧 他说了不让我杀猪 嫁给他以后就像做办公室一样 在那里光卖肉光点钱 我当时乐得不得了 就嫁给他了 嫁给他了 结果看一下了 他就变了你知道吧 他不是这么回事 男人善变 男人都是这样嘛 嫁给他以后吧 他不说让你杀猪 人家不说 人家人家说了 今天啊 拿个盆来 我就 拿个盆来 你看他嫁给他了 你得干点活啊 平常就让我看 我在说 我说这行子有啥呀 我就说 不就是扒个皮吗 你说我这个人缺一眼 你知道吧 就是特别特别的要强 就是有的时候 我说我给你扒一刀吧 那行你扒一刀吧 我就是扒一刀 哎呦扒一刀就是好玩 结果你猜咋的 我超 不过一个月 就卡这样子 比他干的还快 我干什么特别的执着 就是操厕所 都想当所长的那种人 你老公喜欢听你唱歌吗 他听他听啥 他啥也不懂 此外我有的时候唱歌吧 他也跟着哼哼 他还说了 你唱的这个不行 我说你唱两句 哎呀你知道吧佳宁啊 从我长这么大 我就没听过 像他唱的这么难听的 你叫真的吗 有的时候说 说一个人唱的不好 说你 人家唱歌要钱 你唱歌要命 你知道吧 听他第一句唱 你就说 还不如死了好 就什么样种感觉 我不信 只要你有那个胆量 你就听他唱 来吧来吧 他有这个胆量 来了人都来了 请看 我得好好见识见识 你老公也不像杀猪的 他还比我差轻十遍呢 他比你瘦是吧 瘦十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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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好 请坐 你好 坐吧 这小两口挺有意思 这俊霞演员 你把这儿当成自己的主场了 这样 您先别说话 直接先唱一曲 他说您唱歌真的是要命的 你坐到这边 因为刚才啊 王冠说了 他不敢坐 他真不敢坐 王冠想听您唱歌 王冠想听您唱歌 王冠想听他胆大 你们家家都挺严的 还行 你今天放开胆子唱 在咱家里那表现的最好的 你给王冠唱两句 你唱的那个月亮代表 你唱一首 来来来 你唱一首 要音乐吗 我怕音乐跟不上你 我告诉你 会的可多了 你知道吧 啥哥都会 唱唱吧 你这样你给起个头发 他那个调我可起不了 我还站起来了 我说了 他坐你旁边他紧张 来 练队观众 可以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心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你看看 你们家有豆腐吗 给我喝豆腐 你再唱两句 别别别 可以可以 我说 我说啥呢 这也可以 可以 哎 洪先生 您刚才这个演唱没有夸张 是认认真真的唱 你 他唱哭你了 真是认认真真的在唱 他乐的唱 是是是 他平常唱中国新唱的还蛮豬 谢谢你今天选择唱 月亮代表我的心 没唱中国新 谢谢你啊 我觉得他们俩是绝配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嗯 是这样啊 专学的说 是我赵不尿想看上我的 哦 这这 你 这句话很关键 我们手足的嘛 他家养的又猪 哦 他家养猪 你是去收猪 这么一妹一妹呢 就认识了 认识以后呢 我丈母娘呢 看我呢 随着人一早就瘦点 但是呢 我看我干活比较麻利 人呢 比较 失诚一点 哎 是 啊 今 就有一年想把姑娘呢 介绍给我 那你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当时 说实话 当时见面的时候 嗯 没好一次整眼看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没有看 你知道吧 那你看了吗 我看了 你觉得怎样 我当时就来气 我像把那个没人给揍了 你知道吧 哈哈哈哈 你看我好奶奶长得也行了 你说 我见识这对象 当时第一次见面啊 插着个骨头 你知道吧 这么性的小腿 你知道吧 哎呀 当时我我看了我 一看气得给我 我就是哎呀 到家去了我跟我妈说 我说坚决不行 这个人长得太磕沉了 你知道吧 你看不上他 我真看不上 你看这个老人啊 就是这样的 他要是认为那个 对的那个东西 他说的跟花一样 你知道吧 他就说哎呦 你不知道 我看着他 摆住的时候 杀住的时候 可快了 柔柔的祸 哎呦 我干什么都比别人快半盘 他是干什么都卖半盘 你知道吧 绝配 我妈说你看看 你再拿一次 再拿一次 我说爷吧 第二次我又见了面了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他问我了一句 他就说 你子门几个 我说俺子门四个 我说你子门几个 俺子门八个 他一辈 就是一晚上就说了这么两句话 第二次约会就说了这两句 就说了两句话 我四个你八个 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就说哎呀 这孩子多可怜呢 你看 特别的老实 所以你起初是同情他来的 所以说我告诉你 我直到嫁给他那一天 我都是可怜他还给他 受伤了吧 人同情你嫁给你的 我也知道 反正在的心想挺有特点的 那说这话我可以能接受 男人结婚多久了 结婚二十年了吧 你千万别担心 结婚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刚才那样的对白 没有任何问题 那是说明他们现在很幸福 跟我们说说 大家说对不对 二十年的老夫老妻 这点言语上的彼此互相调侃 没有问题 我告诉你嘉宁 为什么这二十年了 我没喝他离婚 他长得这样 没话就说了 我跟你说啊 他结了婚之后 大概十个劲儿的表现 你知道吧 早期起来我们大约 就是两三点钟杀猪 我还没起 他就葱了个鸡蛋 快快快快 他说你喝个葱鸡蛋吧 我说不喝 我当时也不喜欢他们 因为他说你起来喝一个吧 早期不吃饭也不行啊 他就是这 葱了一个鸡蛋 他喝几口 他给我留一块 习惯 哎呦你这个爽气鸟 我说你葱 你葱俩鸡蛋不就行了吗 他就因为他就是葱一个鸡蛋 你知道吧 那时候条件也不太好 就是葱一个鸡蛋嘛 给我喝几口 他喝几口 有的时候不高兴嘛 生气的时候 他一看我情绪不好 他就是到家去了做饭 做熟了饭 他说哎起来吧 起来吧 我说不吃了 他说起来吧 他就是在你 你要是再不吃啊 他就是煎了那个菜 他就你在那躺着 他就上你那嘴里 他吃饭吃饭吃饭 他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说哎 你适合 你说既然嫁着他来 就是这样过吧 二十年前是这样 二十年后还是这样吗 刚结婚一年多 闹过一次离婚 怎么回事啊 因为杀完了猪猛 我去卖肉 他在家里看孩子 你知道他怎么看啊 昨天晚上吃的那剩西瓜皮 一大堆西瓜皮 他让他那孩子坐在西瓜皮上 孩子坐在西瓜皮上玩 他当然高兴 小孩他一岁 他知道什么呀 他玩的哎呀 深看他特别乐 还高兴得不聊 而且那个沙门都没有关 等我回来了一看 孩子在地上光看流连眼 嘚嘚嘚嘚嘚 高兴得还不得了 浑身上下 没有一点是感情的 我一下子 我顶着脑袋上 当时我气得 我就想把他一阵臭揍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上去 孩子玩西瓜皮 因为他想睡觉 孩子怕闹 就给他门嘴西瓜皮 我那里有一批那个沙丛林 我就是拿着那个沙丛林啊 我造着那个房顶 那个苍蝇大发的屋里 看不见白的地方都是黑的 就是我这打打打打打 那个苍蝇大发的 那个下雨的影 去掉 我在那正打着的 去到那去 把我的那个沙丛林拿起来 去到那天 咔咔咔咔 那么大劲你知道吧 把那个沙丛林 咔咔咔咔给踹烂了 俩人的火都到 都到顶点了 你想想本来我这个火 我就是压了给你个面子 他就是啪啪啪有我踹烂了 把那个火打 你一下我就上来了 我告诉你今天 你看我不打点你我告诉你 我当时我就是气的 我�bound bottoms眼了 我就打打打打打打 我打打的时候 他又打我 你知道 孔子药 才踹了一个跟头 当时我就说 从今天起 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跟着你 我就是王八蛋 现在就是那样 到了明天 必须去离婚 结果到离婚的那地方 人家进 人家改成养老院了 就是原来的那个 那个登记的那个 是吧 对 登记办公里的地方 到那一看啊 人家办公里挪了 改成养老院的地方 改成养老院 进老院了 然后呢 我问别人了 我说 这个办离婚的 在哪里办 人家说不知道 我就说 咋整他 我收拾他一下 我没离 到那个去的地方 离着我家 有二十里地 我说了 我说你这样吧 你把我背到家去 你走着 把我背到家去 我就算原谅你了 他坐了吗 坐了 背你背了二十里啊 没有 他背了一里地大院 我就是心疼了 你知道吗 哎呀 当时怎么背的呀 来背一个背一个 怎么背的 后来就没背过吧 哎 就是走了一里地嘛 我说别背了 把他累个累个好点的 哎 这音乐什么呀 出发前背媳妇 那是 再背一个吧 来 背一个 不好意思 来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没让你们亲一个 真是 那那行 我再累他一下 当然今天背的感觉 给原来是 不是一个感觉 对了 哎 你就找一下 你就找一下 什么感觉 找一下 我们再过二十年 就是你走不动的时候 我背着你 什么感觉 就可以了 你就是要压死他了 特别美好的画面 就像你所说的 这两个人是绝配 我们俩可以说 是先接的婚 后练的爱 我也不懂什么 爱呀爱的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情字 咱年轻的时候 打打闹闹 也就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但是在老的情况下 就是两个人 头发斑白的时候 一定要恩恩爱爱的 不嫌不弃的 走在一起 是 我们中国人 永远不要有离婚的 你像我老公 长得这么丑 我都要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下辈子还愿意嫁给他吗 就长这样 如果有来生的话 希望我还娶他 如果下辈子 还能再一起的话 是这样 咱不再住了 做主持人 今天你是委托人 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 有什么话你对他说 你看这些年了 你看我竟欺负你 你从来也没给我发脾气 在这里谢谢你 如果真的有来生 我一定好好的伺候你 脾气不发了 一定做一个贤气良母 希望你也能娶我 记得 说句实话 你要是不发脾气了 那就不是你了 他还不一定要你呢 你看了 以前是我看不上他 现在我可以说 我老公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我有一个好的老公 我现在有点配不上他 你看 你要是直 他就有招 你看你要这么一软了 揉了 他就没话说了 老公有话说 你老公有话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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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就是我 我没说错吧 他一揉下来了 他就不会说话了 我跟人家说 你娶了这样的媳妇 也算是我一辈子的 真好 哎呀 唱吧 唱吧 给老公唱什么歌 我这个人长得也不怎么样 这个脾气也这么大 但是遇到我这样的老公啊 我今生知足了 遇上你是我的缘 老公 我把一首 遇上你是我的缘 送给你 好 高山下的情歌 是这瓦瓦的河 我的心在那河水 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 一切到待 不再是等待 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 遇上你是我的缘 守望你是我的歌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爱你 就像沙里的雪 涟花 就像沙里的雪 涟花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向幸福出发 我们继续来感受爱的力量 想来解我们央视综艺的 更多动态信息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 而且央视综艺参与到 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当然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博微信 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有请委托人魏瑞铜 你好 这两本书是送给我们的是不是 来 我们真不客气啊 这是你自己写的书 叫玻璃女孩水晶星 对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什么叫玻璃女孩 这本书呢 是我的十五万字的长篇例子小说 玻璃女孩这个名字其实呢 是跟我的身体有关 因为我一出生起就开始不停的发生骨折 第一次是二十八天就骨折了 五十天的时候四肢全骨折了 直到我三十岁的时候骨折了第三日 第一次骨折了 就脆弱到什么程度 我小时候四五岁的时候 掰一个烧饼 没有掰开 我的左手臂骨折了 然后所以大家都叫我 呃 呃 呃 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呃 那什么叫水晶星呢 水晶星其实跟我的职业相关 水晶是一颗美好心灵的象征 而我呢 是因为身体原因初中毕业之后 就是辍学了 自学北达心理学的那个专科自考 然后毕业之后 又考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二级自愿师 啊 当然了国家一级自愿师还没有开考呢 但是你要去开导别人 你自己是怎么先来调试自己的这个心理呢 就要感谢我的家人 尤其是我的妈妈 她虽然没有给我一个很健康的身体 但是给了我一个很健康的灵魂 那个时候 我坐在小桶车里 小朋友就推着我玩啊玩啊 但是我家门前有一个大坑 所以路是很窄的 然后小伙伴一不小心把我 连人带小桶车 全部摔到坑里去了 那个时候 我的伤腿都骨折了 然后不停地哭躺在家里 我妈妈非但没有让我不出门 反而就是为了让我能够走出去 她就开始用板车 从我们家土地里拉土 一车一车往回拉 然后再用贴桥一点点 变宽那个小路 就慢慢拉的时候 因为她是一个 就是个头不是太高的人 所以她拉的就是肩膀上 经常是流着鞋 然后她的脚都是磨破了 一般的鞋子穿不上 直到现在她的脚都是变形的 就那样一拉拉了好多年 然后把我们家的路终于变宽了 而且在那个路旁 就是摘上小树苗 在小树苗之间又扇上一个绳子 就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小大栏 哦 妈妈真是非常伟大 因为常理中她可能会说 那你就待在家里 是 外面可能会有危险 对 那个时候我在 我坐在我家门前 看天 看地 看人 我就觉得我好幸福呀 直到我有一天 我学到一个词 叫做井卫填海 我的泪就不停地流 我才知道 妈妈就是我的井卫鸟 她为我填的不是海 是一条路 是我人生的一条路 能让我走得更迷 为了让我的心态不更长 然后她还让我上学 因为我妈妈没有上过一天学 她不仁字 她知道没有文化的人生存下来有多么艰难 我也像别的小朋友那样 走上教室里 但不同的是我在我妈妈的怀里上学的 比如说如果有时候冬天下大雪了 就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我妈妈就开始起床 从我们家门口开始扫雪 一下一下一下 一下就扫到我们教室门口 一直扫到教室门口 对对 然后再转回来 给我做饭 抱着我再去上学 我在学校里克服了很多很多困难 比如说我怕上厕所 我不去洗饭 我不喝水 我的手动的都流血流畅 我都觉得是快乐的 但是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妈妈的心底之上的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 妈妈给了我太多太多的这种平等 因为我跟别的小朋友是平等的 所以我在答卷的时候 我就觉得每一张卷都是很认真的 都是我人生的答卷 你的生命和妈妈的生命 其实是融在一起的 对 妈妈就这样建设了风风雨雨九年 从来没有中断过 你还有两个妹妹 所以妈妈一个人拉扯了你们三个人 对她和我爸爸一起把我们带到 但爸爸工作太忙了 都是妈妈她把我们拉扯到 然后还让两个妹妹都上了大学 是 其中一个韩人研究生 好厉害 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让我们掌声有请瑞红的妈妈 你怎么哭了呀 是刚才有听到女儿在跟我们聊天 是吧 挺不容易的 你也挺不容易的 最觉得让她心里勾起回忆的就是我刚出生 28天就骨折了 然后抱着我上医院 那个时候医生就责怪她说 你是怎么当妈的 这么小的孩子就被你弄骨折了 而我妈妈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自责 但是没过多久我又去医院了 那个时候医生看了我这个样子就说 哎 你孩子就是这个病 然后她会不停的骨折 也长不到 你开始扔了算 那孩子要个鸡的部分也不想扔 那鸡的鸡呢 那鸡呢 你可好鸡呢 我妈妈说 就是一只小鸡小狗在我家 我也是一条命 我都不舍得扔 何况是我们的闺女呢 我要把它养大 您做到了 你把女儿养大了 而且还成家立业了 现在在瑞宏身边的就是瑞宏的丈夫 您好 结婚多久了 结婚半年了吧 半年了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是她的粉丝 第一次认识她 等等你是她的什么 粉丝 对 当时看到她在电视里做了一期节目 就觉得她很可爱很坚强 尤其是她的微笑 特别的灿烂 然后就上网查了她的电话之后 我们就一直通过晚上聊天 所以其实你见到她第一眼 在电视上 你就知道了她的整个身体状况 家庭状况 你都知道 对对 你去找她 只是说想要鼓励她 还是你真的是喜欢上她了 我就觉得关聊天还不够 嘛 要是人到她身边照顾她就更好了 你的家乡在哪里 我老家在福建 她在北京工作 于是我不顾家人的朋友的反对 我就把老家的工作辞掉了 然后就专门来北京照顾她 她给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 你怎么跟她说的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 在工作的劳累的时候 我得病啊 而且是很硬病之外 又一种迸发症 生死在眼前 所以我觉得 我就怕拖累她 我就不答应 真的不答应 而且她 我敢都敢不走 为了陪我看病 她当时住地下室 我在女生宿舍 比如说我们去医院看病 早上四五点钟又出门了 然后正渴的时候 疼儿 从包里边扔出一瓶水来 然后正冷的时候 拿着她陈衣来了 觉得她一点点都做得都非常非常好 她越好我越内疚 她越好我越内疚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其实我的家人已经没得选 他们把我生下来是一种责任 把我养大 但是对于一个小伙子来说 他选择我 这不是他的责任 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 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很艰难的日子 所以我就一直拖了 一直拖到什么时候你答应了 拖到 超过了四十万去意大利做手术 就上飞机的那一天呢 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他说 宝贝 你要活着回来 你还欠我一条婚礼 因为 因为我的手术 不要说在中国了 就是在意大利 甚至于整个欧洲 都是第一例 是卢迪欧险症 又引起了几十空洞 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好了一书 我写他名字的时候我在想 所以他的心里 已经是我的丈夫 但是我还要给他一个自由 当我 躺在守护台上的时候说 也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句号了 叫着家里所有的名字 叫着他的名字 在想 我得到这么多爱 我没有遗憾 我只要勇敢就好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我真的活了 我老天又给了我几十年 我又可以陪伴他和我的家人 我回来的时候 我本来打算跟他去领证的 但没想到一个喷嚏没打好 肋骨又骨折了 从五月份躺到六月份 二月一三年的七月份 真的不折 让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 其实也挺佩服的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遇上了你就没办法拒绝 也没办法犯下 阿姨您对姑爷满意吗 满意 对女儿好吗 挺好的 您接下来对他们 有什么样的愿望或者祝福吗 你家吧 他向来跟他保了好妞儿 跟他保了好妞儿 您想让他们抱养个孩子 是妈妈希望你们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是 你自己有跟老公商量过吗 我也期待有一份缘分 也一个孩子能走进我们 希望可以有一个小天使走进你们的家庭 祝福你们 新婚快乐 谢谢 我觉得可以着手准备写这本书的续集了 第一集叫玻璃女孩水晶星 第二集就可以写粉丝老公幸福佳了 谢谢你 今天要给妈妈还有老公唱什么歌 因为我唱的不太好 我委托了石头带我唱一首歌 要唱的歌歌名是什么 新手相牵 新手相牵 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是对你们最好的祝福 希望你们新手相牵慢慢变老 有请石头 谢谢 谢谢 高兴 谢谢 谢谢 在一道先祖的那一瞬间 跟着你一直向前 无限的空间来把梦想实现 生活中需要这蜜语甜言 要一点时间来把梦想实现 共同建立着美好的家园 无限的空间来把梦想实现 生命路需要我们牵拼着牵 要一点时间来把梦想实现 我们牵拼着牵拼着牵拼着 您现在跟着收看的是向幸福出发 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 是委托人陈子宝 跟大伙介绍一下 他是我们餐厅的老板 但是呢 他有两项世界吉尼斯的记录 第一项是什么呢 在自己的大腿上切肉丝 90秒内可以切32根肉丝 而且这个肉丝粗细是一样的 真的 你的这个介绍不准确 在大腿上切 把别的肉切成肉丝 还是把自己的大腿切成肉丝 别的肉 别的肉 自己的大腿毫发无损 是吧 这是第一项记录 第二项世界吉尼斯记录 就是用三把刀 命中八米以外的同一个靶子 你们俩先看哪个 三把什么刀 菜刀 就是这种刀 对对对 不是那种小匕首那种 哎呦你别问了 你先说你想看哪个 只要不切我看哪个 两个我都想看 先来一个切肉丝好不好 好可以 这样咱们先来个气球上切肉丝 好 是吧 早有准备 效果是一样的 对对对 来 你不会把气球放在这上面吧 对 但是这还是四颗钉子的 对对对 也就是说下面是四颗钉子 上面是菜刀贴 这是双重的压力 这个力度要掌握得非常的精道啊 对 这是真正的气球啊 这个是为了证明这是真的气球 对 我也检验了 这是真的肉 开始 发现站你身边有点危险 王冠 你的表情很像过年的时候 那个年画放冰号的小孩 可以了吧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够炒了可以了 哇 好 再展示一下气球好吧 除了用手拿刀切肉丝之外 您还可以有一绝活是吧 对 那嘴也可以切 就是你用嘴叼着刀 对 在大腿上切肉丝 在别人身上切 这样腿啊 就是不太美观 我们就再换个地方吧 行 在手上吧 手上切 切谁的手 这是关键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现在这个 谁的手臂露得最多啊 听男人鼓鼓掌 好吧 我没 我没说你啊 这 这是 这是主决定的 你没办法 是在说乐队吗 你是对手的要求有吗 没有 手吧 它可以控制 一会儿 嘴巴万一不小心 这刀就掉下来了 我发现你 你现在异常的兴奋和开心 我是为你担心 来切之前 为我担心的话 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 是吧 有什么话说 说两句 我怎么觉得不是切手 是给我抹脖子 我先请你问一下 切过吗 以前 以前没切过 你这太客气了 你怎么能第一次来 在我们店铺 这么大一节目 是吧 你说你第一次 记得切就没事 你手别动啊 你猜这一刻 我想到了什么 想到小时候打针 你也不看 然后有点凉 刚抹完酒精 这是豆腐 豆腐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 手切吧 还是 你手上有感觉到那个刀吗 有碰到你吗 那个刀有碰到你吗 你傻了呀 你傻了呀 这是痛来是怎么着了 有话说 OK 他手没事吧 有伤扰吗 没事 掌声要展示一眼 真是抛下无所 没事 我老得要展示一眼 他切得跟上火 很薄 斩地的菊花 谢谢 嘴下流血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一次带切出来 一拉老长了 用什么切 在哪切 就在这上面切 就在这切 好那就切吧 这刀工啊 这刀工啊 这个刀啊 它找一个平红度 我一刀伸它就断 这纯属就是考验刀法的 对 行 好 老师 哇 这是你的展示 很厉害很厉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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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还有一个萝卜 是怎么着呀 这就可以在女孩子的肩膀上试一下了 可不可以这样 我给你出个难题啊 我们那儿访谈区 你一边跟我们聊 一边刻萝卜 行吗 可以可以 聊完了 这萝卜也刻完了 好 可以吗 好吗 我们期待一下 来我们这边有请 好好 边交萝卜边跟我们聊天 可以可以 您现在是餐厅的老板 对 起初找工作顺利吗 不顺利 我们在厨物门有两三年就不吃饭 晚上就睡在天桥下面 铁道桥上也睡过呢 这铁道桥看着上面生的全是秀 也没想到它会走火车 但是当个人就知道了 早晨才起来 遛狗的老太太 哎呦 这小伙子你们怎么睡这 它这多危险 我怎么怎么危险了 他说你知道吗 有时候一这上面过火车呢 哇 好危险 对啊 哎呦 我们谢谢谢谢谢谢 什么时候开始从厨师变成 这个现在刀工的大师啊 因为接触了我的媳妇 当时可能也是说 为了追到她 小李安也没有好的守卫 能证明自己 然后就开始 就自己琢磨看 哪一招能出来呢 就通过有一个电影叫石神 他把里边的刀工 玩的刀物飞扬 啪啪啪工程打 我说这如果是在电影当中能出现呢 生活当中绝对能出现 就好好练呗 我就开始 除了地下室 左边是一个抽油烟机 右边是一串锁 我正好走到那儿 哎这个房子不错 我练刀练得挺好 别的地下室我练刀 它掉地也啪啪一响 你一走神 啪手都剁了 你看手砍着 这虎口都下来 这都是我砍的 都是练的时候 对练着把刀旋转 再抓 您练了多久练出个刀法来的 在地下室练了六年 您这媳妇就六年吗 那时候已经 已经到手了 大家到手了 到手了 你这女朋友 这媳妇到手了 最后成功的因素 是因为你这个绝活吗 也不是 成功是我那认劲 本身我这人啊 现在外表长了一点虾齿 对吧 他内心不虾齿 没有 你长得挺帅的 你看你戴着帽子一上去 你再让我想起谁吗 想起谁 季工 谢谢你的褒奖 既然咱就收到了 陈子宝的媳妇 我们就请上媳妇一块儿来聊一聊 您继续刻着您的花 然后我们掌声有请陈子宝的媳妇 哎呦 还带了一个 这是儿子 女儿啊 女儿 多大呀 刚四个月了 还四个月 小心小心 哇 好自然 一个抱抱 吓着你了 刚才睡觉呢 你看看我呗 这女孩就喜欢看男的 不看算了算了算了 不看就算了 你这当初见到她第一眼是什么印象呀 那个时候吧 我就是走到哪都能看见她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俩还真挺有缘分的 到后来我才发现都是她故意安排的 刚才说那个就是找那个县人呢 找县人 是一个老头 这到刑侦剧了 对 这女孩吧 她一般相信老人 我去到饭馆点菜 你那该聊聊 该吃吃 吃完我买单 你该走走 她是她不知道 就这样撮合了机会 对 那你怎么表白 怎么跟她说的 表白是有一次就下班嘛 下班就下了雨 我们那宿舍有个胡同 就走到胡同那边 啪吹到后边 她后边一看 你干嘛吹什么呀 我说 那什么 对我有什么感觉 没有感觉 但是我说 师傅给我一次爱了机会 她就下一篇影片给我开玩意 我说你嫁给我 我说冬天我绝对给你塞扇的 夏天给你干被子 你更有病的人 就这样对 就跟她闹玩嘛 后来就是越关于 就太深的时候 她告诉她家的定了有婚 那家骗她的 那她回去了 那她回老家了 就介绍我的情况 完了我的照片让她们看看 她们说不太好 比技工还难看 就是提出家人也不太同意 不太同意 通过一段时间的考虑 她感觉到说 陈正宝虽然长得丑一点 但办事还挺漂亮 后来就这样 她又回来了 后来又特别高兴 高兴完了 我就想这事怎么办 如果嫁给我 我再给她 衣服住行 再保证 我只能从我专业上 来做个突破点 她的这个刀工 对于你喜欢她 或者嫁给她 有帮助吗 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老发现她手上 就是 左一口子 右一口子 你根本没发现 她刀工 只是发现她手上的伤疤 对对对 先问一下 父母现在接受了吗 已经接受了 都这样了 能不接受吗 这是女儿四个月 跟大伙说一下 这是小女儿 还有个大女儿呢 对对对 大女儿多大了 大女儿今天五岁了 来我们有请大天使 哎呦 还捧着花来呢 哎呦 看到妹妹很开心 那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不好 阿姨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悠悠 悠悠 今年五岁是吧 你这来了 还捧了一大树 这是什么花呀 玫瑰花 玫瑰花 你这玫瑰花 是什么用途呀 是我妈妈 送给妈妈 你要送给妈妈玫瑰花 还是爸爸要送给妈妈玫瑰花 我爸爸做的 送给我爸爸 你就是一快递员是吧 你爸爸自己做的 这是用萝卜雕刻的花 对对对 我才发现 都是拿萝卜做的 这里面有多少枝啊 真是吧 里面是三十多枝 雕的一枝就是三十三枝 就代表了我媳妇的年龄 三十三岁 你真是太实诚了 媳妇年龄随便公布 就差这一朵了 对对对 她真是很有心啊 她是个浪漫的人吗 以前送过花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宝宝我来帮你吧 这个时候你处在当中 真的不合适 不错 很专业 很专业 来小美女 我们到这边来坐 来 你走那边 来吧 我发这些花 带你了个月花 一周外 来 他怎么所有的姿势 都像夺冠了一样 倒手 爱要大声唱出来 爱要大声唱出来 一个人有幸福 就要去追求 想幸福出发 谁唱歌 我来唱吧 唱什么歌 唱一个 亲亲我的宝贝 三个宝贝都在这了 对对对 来掌声有请 好好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请亲爱我的宝贝 我要越过高山 寻找那一时钟的太阳 寻找那一时钟的月亮 我要飞进无尽的月空 载个星星做你的玩具 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 izations mail Task pel donn fiscal 只是 婚 筭 还在上面选你的名字 这笼花要回来回来回来 告诉你那一切 请请我的宝贵 好 谢谢 祝福全家 谢谢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同一首歌唱第一遍 和唱第一百遍的感觉不一样 同一首歌唱给你听 和唱给他听的感觉不一样 因为这里面有生活的味道 有爱的味道 是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您 也可以带着您感人的故事 来到我们的现场 亲自点歌唱给对方听 再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的陪伴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爱要大声唱出来 向幸福出发 我爱哭 爱笑 爱闪亮的东西 不爱出风头 我不够成熟 但足够真诚 我不渴望变得多强大 只想把最细微的感动 都转达给你 我有个华丽的名字 却喜欢简单的幸福 而幸福 其实是一场接力 把爱大声说出来 传下去 我是王冠 跟我一起 向幸福出发